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则引人注目的新闻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来自尼克亚亚洲的报道 印尼的经济在2024年第一季度实现了5.11%的增长 这一增长主要由政府支出推动 其中家庭消费增长4.91% 得益于拉马丹相关开支的支持 其次根据南华早报的消息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CICC 计划降级一些高级银行家并降低他们的薪资 这是该公司新的绩效 评价系统的一部分 旨在降低成本 最后当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法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时 马克龙将寻求促使习近平利用其影响力 推动俄罗斯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 这些新闻不仅展示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 也反映出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策略与动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国家间的经济和政治动态 不断地在塑造着全球局势 从印尼的经济增长 到中国投资银行的成本削减策略 再到法国在美中竞争中的独特角色 这些事件都揭示了深层次的全球互动和影响 根据Nike Asia的报道 印尼在2024年第一季度实现了5.11%的GDP增长 较2023年第四季度的5.04%有所上升 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政府支出的推动 尤其是家庭消费的增加 后者占印尼经济的一半增长了4.91% 这一增长与拉玛丹相关的支出有关 显示了节日经济活动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推动作用 尽管煤炭和棕榈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 但这并未阻碍经济增长 加工工业建筑矿业和贸易是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其中消费的增长最未显著得益于与选举相关的活动 然而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中国需求疲软 出口下降了0.5% 在另一方面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报道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CICC的一项新策略 该公司计划降级一些高级银行家并降低他们的薪酬 以减少成本 这是CICC引入新的绩效 评价系统的一部分可能导致自愿离职 此举被试为CICC在不裁员的情况下减少成本的一种方式 降级可能导致辞职 进而通过自然流失减少银行的人员数量 在交易量下滑的背景下 CICC在过去三年中一直在削减奖金 同样来自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报道指出 法国在美中竞争中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 中法关系因两国渴望成为世界领导者 以及法国希望在作为美国盟友的同时 拥有独立外交政策的愿望而变得复杂 然而北京现在希望法国能推动欧盟采取更积极和务实的对华政策 这是在中国的产品和市场准入受到加强审查的背景下发生的 这三篇文章共同描绘了一幅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不断变化的画面 从印尼的稳健经济增长到中国金融机构的成本控制 再到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独立立场 这些事件都凸显了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深刻性 每个国家的决策和动态都不仅影响着其自身的发展 也对整个世界经济和政治生态产生重要影响 在一个充满变革与挑战的时代 世界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不断吸引着全球的目光 从高层政治对话到体育赛场的激烈竞争 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当前的国际局势 也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的面貌 在Associated Press的报道中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 将乌克兰问题定位首要议程 马克龙寻求促使习近平利用其影响力 推动俄罗斯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 此外两位领导人还预计将讨论 有关电动汽车、白蓝地 以及化妆品的贸易争端 这次会谈不仅是法中关系的一次重要检验 也可能对全球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 Associated Press另一篇报道 揭露了美国政坛的另一面 随着对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的封口费审判进入第三周 检察官正在深入调查特朗普的内圈 前白宫官员霍普希克斯 Hopix就特朗普支付封口费的案件作证 检方旨在证明 未了阻止可能损害特朗普形象的故事曝光 特朗普及其盟友 向一名色情演员和一名花花公子 模特支付了封口费 希克斯作证时表示 他认为好莱坞通行证录音带的曝光 其中特朗普谈到 未经允许就抓住女性 将会成为一个重大新闻 在体育领域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报道了一项意外的胜利 在迈阿密大奖赛中 麦拉伦车队的兰多 诺里斯 Lano Norris 惊奇地赢得了他的首场 一级方程式赛事 以超过7秒的优势 击败世界冠军马克斯 维斯塔潘 Max Burstappen 诺里斯充分利用了安全车期间的机会 夺得个人的首个胜利 本赛季前无场比赛中 维斯塔潘已经赢得了4场 并且领跑冠军积分榜 法拉利的夏儿 勒克莱尔 Charles Lecler 获得了第三名 诺里斯的这次胜利 不仅是对他个人实力的证明 也为赛季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和激动人心的元素 这些故事 从国际政治的谋略 到体育赛场上的竞技 展现了一个多面向的世界 无论是在政治高层的对话 还是在赛车场上的争夺 都体现了人类社会在追求和平 公正与卓越方面的不懈努力 每一个事件 无论其性质如何 都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 塑造着我们的世界 在今日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各国政府在国际间的角力 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和军事手段 而是越来越多地采用科技和信息战来达成目的 从中国和伊朗 在美国追捕异议人士的行动 到加拿大在残奥冰球世界锦标赛中的胜利 再到民主党与共和党 在美国选举中争相利用人工智能 AI的策略 我们可以看到 国际政治体育竞赛和选举竞争中 科技的影响力正不断扩大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中国和伊朗正加大力度 在美国对政治异议人士和活动家 进行恐吓和打压 这些国家采用的手段任意复杂 包括雇用私人侦探和组织犯罪头目 甚至不惜跨越从骚扰到暴力的严重红线 美国司法部已经起诉了数十名代表外国政府压制异议的嫌犯 助理司法部长马修 奥尔森形容这种由政府指导的骚扰行为正在 惊人的上升 除了中国和伊朗 印度 卢旺达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 也在美国和欧洲针对批评者 另一方面 体育赛事也显示出科技和国际竞争的影响 根据CBC的报道 加拿大在卡尔加里举行的世界残奥冰球锦标赛中 连续第二次获胜 以10-0击败意大利 其中泰勒 麦格雷格 泰勒 McGregor 独揽四球 利亚姆 希基 利奄 Hickey 贡献两球和四助攻 这显示了加拿大在残奥冰球领域的强大竞争力 也凸显了国际体育赛事 作为展示国家实力和技术水平的平台 在政治领域 Yahoo US 转述美联社的报道指出 面对共和党在利用人工智能 AI方面的积极行动 民主党正经历着如何有效使用AI的挣扎 虽然对于AI技术可能被用来散播虚假信息 误导选民或煽动暴力的担忧存在 但是选举竞争促使两党都在探索AI的潜力 共和党利用AI生成的图像发布广告 描绘了对拜登第二任期的反乌托邦恐惧 而民主党则是谷歌AI的早期采用者 利用AI生成筹款邮件文本和解读选民数据 民主党还在模型建立邮件草稿分析和为志愿者生成 内容方面使用AI 但党内官员表示将严格遵守在部署技术时的规则 明确表示不能使用AI误导选民或传播虚假信息 这些报道共同描绘了一个由科技 信息战和国际竞争共同塑造的世界图景 无论是在政治打压体育竞赛还是选举竞争中 科技的角色都在不断扩大 显示出国际社会在这个数字时代的复杂性和挑战 随着技术的进步 各国和各方势力如何运用这些新工具 不仅会影响国际关系的走向 也会深刻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和自由 在当今世界 技术和创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从政治竞选到国际旅游无一步受到其影响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 AI在政治竞选中的崛起 另一方面我们也目睹了移动支付技术 如何促进国际旅游的恢复 这些变化不仅展示了技术的力量 也揭示了我们进入一个全新时代的迹象 美联社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的前竞选经理 布拉德、帕斯卡尔、Brad Parscale 如今成为了人工智能 在政治竞选中应用的热情传道者 帕斯卡尔的公司Campaign Nucleus 正在利用AI生成定制化的电子邮件 分析选民情绪 寻找可说服的选民 以及放大、反觉醒、影响者的社交媒体帖子 它的愿景是利用 AI削弱华盛顿顾问的影响力 它将这些顾问形容为政治寄生虫 帕斯卡尔的公司目前正在为特朗普的2024年竞选活动工作 其相关公司至今已从特朗普竞选团队那里 获得超过220万美元的支付 另一边乡 南华早报报道了一个不同领域的技术应用 在中国的劳动节假期期间 外国游客通过移动支付 应用支付宝的消费增长了700% 这一增长得益于中国新的免签政策 吸引了更多国际游客回流 来自欧洲和东南亚15个国家的游客 使用支付宝的人数是去年同期的4倍 尽管国际环境日益严峻 这些努力促成了入境旅游的温和复苏 外国护照持有者在1月和2月的旅行次数 是前两个月的两倍多 回到政治竞选的领域 美联社提到帕斯卡尔利用脸书广告 帮助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了选举 现在他作为一名AI的狂热支持者回归 并宣传他的新AI平台 Campaign Nucleus将如何革新政治竞选 帕斯卡尔声称 这个平台将利用AI来生成定制化的电子邮件 分析选民情绪 并放大反觉醒影响者的社交媒体帖子 自去年以来 特朗普竞选团队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以及相关的政治行动和筹款委员会 以向Campaign Nucleus 及其他与帕斯卡尔有关的公司 支付了220万美元以上 帕斯卡尔的平台 还被包括众议院议长迈克 约翰逊在内的其他顶级共和党人士使用 从这些报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技术如何在不同领域内 发挥着革命性的作用 无论是改变政治竞选的方式 还是推动国际旅游的恢复 技术的力量都在塑造着我们的世界 这些变革不仅展现了创新的潜力 也提示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 一个由数据 AI和移动支付技术主导的时代 随着这些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 我们期待 未来会带来更多令人兴奋的变化 在当今世界的经济和政治舞台上 各国及其领导人 正采取着不同的策略 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从航空制造业的竞争 到国际政治的盟友关系 再到国内政治的争议 这些事件展示了一个多变且互相连接的全球局势 首先 从商业角度来看 Associated Press报道了空中巴士 Airbus 与波音 Boeing 之间的竞争 尽管波音目前正面临政府强制的生产上限 并且还在处理制造问题和持续的安全顾虑 空中巴士却保持谦虚 并未大幅扩大其领先优势 这主要是因为生产限制和超过8600个订单的积压 让空中巴士难以充分利用波音的困境 这场航空制造业的竞争 不仅对公司本身有重大影响 对旅客和航空公司来说 也意味着机票价格可能会上涨 因为后疫情时代 对航班的需求与飞机供应之间存在不匹配 在国际政治层面 Yahoo US报道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问中东欧的行动 特别是塞尔维亚和匈牙利 这次访问不仅标志着习近平自2019年以来 首次访问欧洲 俄罗斯除外 也展示了中国如何利用投资来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关系 中国在这两个国家的投资超过150亿美元 这不仅帮助填补了欧盟留下的空白 也增强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正面看法 尤其是在欧盟在这些国家日益不受欢迎的背景下 在国内政治方面 CNN报道了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因涉嫌伪造业务记录 以掩盖于Stormy Daniels的外遇而再次出庭的消息 这场审判不仅凸显了特朗普及其团队的策略 还反映了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 特朗普对证人的攻击和对审判的煽动性言论 以及民主党对以色列对袈裟的攻击 所引发的校园抗议 试图减少影响的努力 都是当前政治常态的一部分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美国内部的分裂 也凸显了特朗普可能再次竞选总统 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综合上述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在商业竞争 国际关系 还是国内政治方面 世界正处于一个高度动态且复杂的时期 企业 国家和政治领袖 都在寻求增强自己的影响力 而这些努力的结果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 政治格局以及普通人的生活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多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